哈喽哈,这里是你的喵妹小可爱呀 十年前丧尸病毒大爆发 一瞬间整个美国被丧尸沦陷 幸存下来的人有因为太宅而躲过的 有感于跟丧尸正面杆的人 一黄眼十年过去了 丧尸随着时间的推进 进化出了几种类型 最蠢的丧尸是河马 因为又狼又蠢 成为了幸存者娱乐的对象 可惜的是每一个河马背后 都有一个霍金 一个速度更快 智商更高的类型 这种正面杆的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让人防护胜防的 当属于忍者丧尸 一种杀人于无形的丧尸 所以在末日的生存规则下 有一支四人小队相互配合 生存了十年 暴揍丧尸驾轻救赎的他们 已不仅仅追求活着 今天他们准备入住白宫 把这地方当成了吃鸡战场 上去把那群丧尸都给虐杀了 各种花式虐丧尸 轮方上演 在这个世界 只有强者才能住进白宫 他们四人一进门 就开始过上了一段幸福快乐的生活 哥伦布和威琪塔 小两口不断秀恩爱撒凉 另一面的塔拉 则跟小时就像妇女一样 然而在长期的相处下 小时慢慢到了叛逆期 开始厌防塔拉对她的说教 她很渴望同龄人的陪伴 在一个庆祝圣诞的日子 哥伦布拿出了一颗大壮戒 跪下跟威琪塔求婚 这是威琪塔从未想过的 乱世之下 她不想被情刚左右 于是第二天 她带着亲妹妹小时 开车走了 只留下一张纸条 就像第一部那样道别 这俩大老爷儿们很沮丧 尤其是哥伦布 失恋的她陷入自责 跟塔拉诉苦了整整一个月 受不了的塔拉 只好带着她去购物 这时哥伦布遇见了一个女人 没有被感染的女人小麦 因为丧失不敢靠近 所以她藏在了冰箱里整整一年 终于见到人类的小麦 超级激动 跟着回到白宫的她 立刻就把哥伦布给扑倒了 而干失恋的哥伦布 也是来者不拒 但尴尬的是 威奇塔悄悄回来了 她告诉他们 小时跟着一个音乐人 伯克里跑了 塔拉一下就炸了 我宠着长大的女儿 就这么个猪跑了 还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 只会堂堂琴 说废话的垃圾 就因为威奇塔不同意去雅园 所以这两隔天就私奔了 一听到他们没有武器 所以这三打算前去救小时 各自准备了东西 精装上阵 就在哥伦布和威奇塔 若无其事的想放下求婚那件事时 小麦出现了 威奇塔震惊了 这下是复合无望了 而小麦也是毫无眼力见 竟然在车上向威奇塔炫耀 她在床头柜里找到的戒指 就很难受 但又必须装作一点也不在乎 这个身穿很色外套的女人 打开着车门 响起了警报声 惊动了周围的丧尸 一下子 发源内的丧尸群起而攻 哥伦布立刻占据高地优势 一边跟队友透露丧尸方向 一边开枪攻击 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 丧尸来一个每一个 可就在这时 一只气势羞羞的丧尸走了过来 无论塔拉怎么抱头 他都切而不舍地站了起来 这时哥伦布才意识到 丧尸又进化了 他把这丧尸名为终结者七八百 这种丧尸速度更快 能力更强 更难打死 所以愈发当心小时的安全 然而这时 那辆车还抛锚了 他们只好重新开回那辆破车 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小麦出现了呕吐防疫 类似丧尸病变时的征兆 没了办法 哥伦布尽管不舍得 但末日生存下 他只能下车了结小麦 到了晚上 他们终于到了雅园 然而雅园啥都没有 一片废墟 他们只好继续开 路过一家旅馆 便进去想着歇脚 这家店里面都是猫王的东西 身为猫王粉丝的塔拉 可开心了 难以自拔的自弹自唱了起来 惊动了老板 各自对峙了一会儿后 老板告诉他们 小时可能去了巴比伦 一个没有丧失的和平之地 缘分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玄学 这一来二去 塔拉跟老板对上眼了 可第二天 还意有未见的他们 却看到了两个 跟塔拉和哥伦布很像的人 互相交谈了一会儿 发现他们的想法 竟如此的合攀 当然互相庞比也没有落下 这时旅馆外出现了一群丧失 那两人自告奋勇去打仗 然而却被感染了 哥伦布和塔拉猝不及防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解决完这件事后 他们三要继续上路了 老板留了一只戒指给塔拉 承诺只要他也活着 就会等着他 就在他们开心的上路时 小麦竟然开着小丑车出现了 他说他是吃花生过敏了 尽管逻辑不同 但小麦就这么跟着他们 一路到了传说中的巴比伦 这个地方要进去 就得把枪给叫了 他们会把这些枪给容了 终于见到小时 塔拉一见到伯克里 激动的就要上去暴揍他 去着小时的安全后 塔拉打算独自上路 他天生就是一个冒险家 追求自由才是他必胜的梦想 与小时拥抱和解后 他开车走了 可这时一大波终结着 T800正向巴比伦突进 塔拉立刻转头 叫停烟花和音乐 可问题是 武器都被容了 他们只能紧急制定了 另一个计划 设置好大茶油桶的位置 点燃烟花吸引丧尸 在他们靠近之际 引爆整个油桶 把他们炸了 然而终结着T800的战斗力 是不可小觑的 他们瞬间包围了哥伦布他们 就在他们相互拥抱 准备面临死亡时 老板开着跑车 前来接应他们了 运用极速飘跃的技巧 把丧尸给碾压了 而天台上的小麦 也及时扔东西 转移注意力 接着塔拉也吸引丧尸群 人群组成护廊应援塔拉 只见塔拉一个纵身跳跃 抓住钩子 所有丧尸 触不及防掉了下去 可总有两个跑得慢的 抓住了塔拉的脚 就在塔拉坚持不住时 小时开枪 把丧尸打掉了 这次战役人类大获全胜 威奇塔接受了哥伦布的求婚 塔拉也收获了爱情 从此以后 四人组变成了五人组 他们继续开着车飘荡着 只要一家人 整整齐齐的 哪里都可以是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叫《丧尸乐园2》 2009年 2300万美元的《丧尸乐园》 收获了一亿票房的成功 这是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于是便有了10年后的 这部《丧尸乐园2》 虽然与第一部相比 这部片子的剧情 明显不够有逻辑 丧尸出场的内容 也变成了打酱油的模式 还没看清丧尸的样子 他就已经下线了 但总的来说 全篇荒乐茫茫 各种花式虐丧尸的方式 让观众有一种 释放了压力的爽快感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哟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啦 喜欢